前任期那個 無況人的事情 就一直有創傷 就是怎麼會這樣寫 一開始的時候 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不舒服應該是比較主意這種 就是說 欸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是覺得一定是有些誤會啦 這種事情到現在 有私下在聯繫過 我們沒有私下聯繫的管道 就是工作人員那麼多 傳話的時候 並沒有很精準的一個傳言 這樣 以而傳而 如果工作人員如果不小心 傳遞了一些 不是讓他很愉快的訊息 對不對 然後如果讓他造成一些不愉快的 聽起來我覺得是應該是小誤會 他不是後來出席那個 供應活動的時候也有 也有獎嗎 他許光航主任就是說要擋他 那他擋到擋了你 你會覺得他在這種擋頭之際 一年來一年後會 對他會有印象嗎 對你專業的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啦 因為只有一年 對 因為他畢竟他累積了也是 十年的 有沒有差不多十年的 對不對 這個一路一腳印 一步一腳印的 然後他在當兵的時候 照理區應該他有做很多朋友在播出 對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一年的時間應該算很快 因為他累積的很 算是我覺得那個實力其實是很 很有實力的一個存在 好想看到他平頭造型 應該也很帥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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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之前有投資那個青春十八強 對 都做過 然後 當然未來有機會 一定會希望 有 有腳本他可以參與啊 對 一定希望 好演員 我也很希望 不錯 但我們因為產量不多啦 所以主要是這樣 對 那姐 那個戲啊 開開景景 其實你都看得蠻開的 對 就是拍拍那個戲 而且那次那個 吳昂倫的事情 你會覺得有創傷 就是 怎麼會這樣寫 我是覺得一定是有些誤會啦 就是 工作人員那麼多 如果 工作人員如果不小心 嗯 傳遞了一些 嗯 不是 讓他很愉快的訊息 對不對 然後如果讓他造成一些不愉快 我覺得 聽起來我覺得 應該是小誤會 那種事情到現在 有私下在 練習過 我們沒有私下聯繫的管道 上次是因為 我們在Casting的過程當中 他想要了解 我們對角色的看法 所以就是用Casting的 那個 就是 電腦 電腦 我們有做 做一次視訊 那唯一的一次的互動 對 但以前在 各個活動碰到那種都不算 我覺得 正式的互動 互動就那一次 然後大家對於聊角色 也聊得 嗯 蠻有想法的 對 也蠻一致的 我覺得 對 也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五魂 他不是後來出席那個 供應活動的時候 也有 也有 也有講 對 他那時候講的已經跟 臉書發文類的 都很難 一樣 哦 那一開始 怎麼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嗯 嗯 剛開始應該不是 那個不舒服 應該是比較主意一種 就是說 欸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因為我 我通常發生 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走冷靜路線 我就會開始分析 哦 那寫的那些字 那到底是誰 導致這樣的誤會呢 他之所以有這個誤會 是怎麼來的呢 我就自己在他的 內容裡面去做了一點點分析 這樣子 那分析完了以後就想想 就是說 無非就是劇組人多 然後可能有些傳話的時候 嗯 並沒有很精準的一個傳言 這樣 以而傳而啦 所以後來我就想 就是 也不要過度放大這個事情 但是 得到 感谢观看